2月3日星期六的这个鳄鱼谈 近日香港就真的没什么好的消息 坏的消息天天充斥着我们这些媒体 不单止股市、楼市 各样东西都是在插水 现在又立刻又说要将 有一条的世纪大恶法 这个港区国安法之外 还要兜底找多条 这个23条立法 很多的香港人 真是愁眉苦面 每天都在这里叫苦连天 你这样搞法 香港还有云行 香港的财神 真是被你帮人看见到 进到门口都吓得要掉头走 其实不单止 这些恶营恶相的特区 这些狗官 那些面目真灵的 这些中共这些糟糕 这些糟糕都吓得要掉头 日子就在这里说香港很不安全 香港就很多人在搞这些所谓的颜色革命 亡我之心不死 勾结外国势力 甚至在搞这些狗糟糕 远对抗 那样 说到香港这些地方 比现在这个以色列打的 这个约旦罗西案的 这个袈裟地带 更加有个之而无不及 这么危险 这么危险之余 其实我再见到的 还有一层 龙烟密罩 这个乌云密报 乌云丹刀的 乌云丹刀的 这个肉酸到的程度 比偏複合的郭咸城 更过之而无不及 而这种阴霾密报的 这个大气压 笼罩着我们的香港 我就觉得这个怨气 就是占绝大部分的成分 最近有两单的新闻 我看完之后 心里面都满不是美宜 我想今早很多的老友记 一早起床 旦起床 就见到我们的不同的媒体 Facebook 一个社交网络 有一张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面孔 何国荣先生 这个Gregory Charles Rivers 我们真是小小看着他 但是就是做戏 就是一个长大 被誉为TVB的御用鬼佬 竟然就在他西贡的 这个御所里面 怀疑烧炭就轻生了 何国荣先生 已经我们熟悉的一些 Celebrity 不是第一个 选择了自我了断 这个生命的方法 离开这个世上 在过去的一些时间 踏入2024年 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 包括这个亚洲小姐的亚军 和我们熟悉的 这个新闻王子 也是用同样的一种方法 就是结束他们的生命 离开香港的伤心地 想不到 连这个御用鬼佬 就是整天见到他在TVB里面 不是扮演外籍的英籍的督策 警司 又或者是律师 医生 要么是史密夫先生 要么是Mr.Anderson 想不到 连他都要用这种方法 离开这个香港 离开这个沉世 每一集的这个老香港歌 Morning Gory 其实我都会有报道过 香港的不同阶层的人等 不同的age group 无论是学生 中年人 甚至无论是家里有长期病患 罚人照顾 又或者是自己劳心劳力 要照顾家里面一些 需要他们的attention 长期病患者 又或者家里面 一家之主突然离世 又或者妈妈进了医院 接受长期的病患治疗 家里面竟然也有饿死 一些成年的弱智的人士 早前在我们的 一个坚离地城的嘉辉花园 也是一个七十几岁的老翁 怀疑也是因为烧炭自杀 而引发火警 搞到整座大厦 都要疏散所有的隔离轮舍 以及这些邻居 近来也有地铁里面的残刺 有一对夫妇 怀疑都是长期病患 真是不想再在一个世界上受苦 互相用有索带的胶袋 而结束他们的生命 慶幸其中的一位人士 这位太太都是获救的 但是很可惜 立刻就要被一个警方控告 问都不问你 究竟为什么这样 就立刻落叉 就控告他 怀疑他这个涉及谋杀 和一个自杀的个案 香港里面用一种的非自然的方法 了结自己的生命 就真是无日无之 搞到这些什么东西的 十八区的三炷香 一八一一一 什么东西情绪通 情绪支援热线 也都是于事无保 有一些的专业团体也都说 打这些电话去 立刻就要将它转介去 相关的人士 要寻求的一个帮助 总之打电话来 就立刻弹钟 转去第二些派对里面 快快脆脆A字幕 洗手 卸锅 将热烫的番薯 快点抖转星宜 扔去不同的相关团体 总之就别这么烦构 这个热线 理应就是第一时间 和朋友聊聊天 开解他们了解他们 令到他们情绪支援 不是的 立刻扔他 喂 你有没有伤人的意图 立刻扔他去警察楼 又或者立刻扔他一些 相关的一些 不同的社工 又或者转介 希望他们 take care 回这个个案 别人打电话去 都希望可以立刻拿到 立刻的 instant comfort 或者 instant pampering 但是谁不知 你们原来是一堆的太极高手 野来很多的专业团体的 这个指责 以及这个批评 特区政府 就是做事脱漏 做事昂糕 以及做事 就是 想不想清楚 就已经不是今天第一天 听到的这个消息 总之 各样东西他们碰到的 不想倒露 不想又 不想倒露 就是这个爆炸 又或者是出事 已经是阿里吉提了 说回这位何国荣先生 有时我想想 在香港这一片地方 真的容许我说一句 谁叫你不是这个金头发 白皮肤 蓝眼睛的这个洋人吗 理论上 洋人在香港这一块的地方里面 我告诉你濕柴 垃圾 只要你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其实在香港里面 你的opportunity 都会被一般的亚洲人 稀头发 稀眼睛 黄皮肤 浪点 坐在一起 机会承受都高一点 现在搞到洋人 都在香港 感到前路茫茫 虽然又可能是有很多 涉及他自己个人的这些情感 私人的这些问题 但是也曾经听过 何国荣先生在香港里面 outload的一个机会 opportunity 亦都是买少见少 随着香港的经济下滑 又或者香港演出的重点 上了去不上 你不能跟大陆人合作 或者你不能注重中国市场 你都挺难找到的 是开饭的这个条件 他老人家 亦都是因为曾经接济过很多不同的狗席 流浪犬 有病 年老 看药的这些 狗狗 亦都搞得心疲力竭 亦都是负债累累 照计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在香港有机会 你就容易找到银 然后照顾你旁边的 无论人 或者你的宠物 奈何 似乎 何国荣 亦都不在香港里面 生活得好 能如意 是吧 那就引证我刚才所说的 连鬼佬都 你找不到吃 你就知道 普罗的百姓 各阶层的人等 他们就多辛苦 何国荣先生 我还很记得 年轻的时候 听过他唱过 《巢皮卵谈校长》的歌 由于他的姓是Vivius 他用了一个 我们三点水的大江大河的河 作为他的华籍的姓氏 亦都因为他很喜欢和歌张国荣 用了国荣这种字 就是他的中文名叫何国荣 估不到 和他偶像一样 都搭上了一条轻生之路 不便令你感觉到 人生的无奈和巧合 真是令你流出一把把的眼泪 何国荣先生 我们很记得 小时候他在DVB里面 要么是传教士 要么是医生 要么是警司 总之他熟悉的这个面孔 就好像和我们一起长大 现在连何国荣都走了 我真的有点无奈 以前在我的节目《蓝皮书》里面 我就访问过香港里面最出色 最多人认识 和最popular的三位外籍演员 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的乔宝哥哥哥 另一个就是鲍韦杰先生 遗憾的就是没问题 可以访问到这个何国荣 现在似乎这个愿望 大满贯 延续访问他三个的这个opportunity 就已经是没可能去这个实现了 正宗就是苏州过后没有艇舵 大江东去 已经没办法重回这个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禁令你唏嘘 香港已经变得 连爱籍人士都在香港里面 无法押 或者香港里面 令到他们心无可恋 踏上这个绝路 更何况 我们不同阶层的这些朋友 各阶层的这些人兴 曾经令我们香港人飞升国际 我们有一条名牌街 尖嘴的这个拍例大道 刚刚看完一宗的新闻 也想到令我联想到 香港我们熟悉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我们曾经觉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很多方面的东西 一样一样已经是江河日下 亦都走过了 不想指望 有得回头 一个的拍例大道 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 八十年代那里已经名牌临纳 真是那里有卖一些珠宝 中标 这些的服饰 名牌 国际里面你说得出的 这些international big brands 都在那里可以找得到 运动服饰 甚至没有 这些风宅 nike 曾经都用过过百万的月租 在那里租过铺 不单止在那里 就是冥定他们自己 在一些名牌区 他们自己就可以在那里预纳 有一个的signature 有一个的地标 更有甚者 当然如果不是那里没有生意 没有游人 没有游客 那真是理睬你四婆 我真是不会在这里的地方立脚 还有以前还有这个Laskocset 这个鳄鱼仔专门店又在那里 也有不同的一些的珠宝店 曾经以整个四球 没有的 这个月租是租一个的地点 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柏黎大道 在外国人的心目中 正正就是尖嘴里面的一条名牌街 不去过这个地方 就好像你去日本的东京 没有去过这个银座区里面 勒奸朝圣一样的狠狠 但是今时今日 看回一些的新闻 实在太令牢鹃唏 为什么今时今日的柏黎大道 唉 真是 刚才所说的所谓名店 珠宝 国际大brand Fashion Brands What so fucking ever 已经全部都不够了 取而代之 想不到 就是竟然我们在台湾 日本 碰口碰面 大街小巷 都有这些夹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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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元店 就是充斥在这个柏黎大道里面 那你就可以想想 整个感觉就好像一个 昔日的出色的 在一个娱乐场所 或者高档场所打滚 这个名牌交際花 穿得花枝朝展 哇 全身香喷喷喷 每天见到他都化行装 设好头 手里面的这些行当 码头 全部都是左手伸一伸 贵高过你全身 竟然今天 没有客人谁清 没有客人理他 竟然走到去 在庙街里面 和那些戴着口罩 穿着水手装 或者是这个 学校校服里面的 企阶 沦为同一个 这个 这一个的情况 就正正 见微知著 从很小的东西里面 一放大 就好像反映到 好像我是今时今日的 这个香港 昔日就是大家归寿 名门望族 出入高档场所 怀扬杂柱 是吧 满口流利英文的 这个 知书识礼的 这个美女 高档的这些名媛 竟然今天 读一声 哎呀 就跌了下去 是吧 妙街里面 做这个的物余婆 做这个的妙街皇后 那个的 由天堂跌了下去 凡间做一个 吊里露米的走地 那种的心伤法 真是可以说 是真是好截堕 既然香港搞到这样 是吧 这样的情况 真是在这里生存 真是不容易 香港以往赖尔成功的各方面的事 似乎就真是江河日下了 据我一个个人分析 有时真是有很多的事 你不要不要信运 也不要信运 而今时今日香港里面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当然除了有一个 之前在2020年 这个武汉肺炎 搞到我们香港元气大伤 死伤无数 2019年社会运动里面 民间的所有的诉求 完全得不到这个回应 很多在街里面争取民主自由 争取捍卫一国两制 香港人当家作主 争取香港人的这个权利和人权 自由民主各方面的事 是被人定性了 就是这个无厘头就放上桌 变成这个港版的颜色革命 无厘头 就说有香港又有黑暴 无厘头 在大家走上街的 全部就是争取一个港独的这些坏分子 因为香港的一个特区政府 搞不成功 一切这么多年 回归二十九多年的一个施政 搞到香港的民怨沸腾 是吧 而接着就将香港人的一些上街的和平的 诉求民主活动 变成了要搞独立 搞破坏 搞黑暴 硬不去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稍微有良知有学悉的香港人 心中那个的憤恨 心中那阵的怨气 是完全未得平复 加上我刚才所说的 2020年 又是这个林郑 和这个陈兆子 胡亂搞的这个 是吧 动态清零的这种方法 也都将我们的这个怨气 multiple 几十倍这样的上去 真正正正正在香港里面生活 就搞瘫痘了 这么多的怨气在这里 那你真是可以问你了 再加上这么多的特区政府的构官 天天就在这里在荧光幕面前 就恐吓香港人 又说你乱远对抗 然后就恶营恶上 屌辰外国的这些不同的政客 国家 说够他们还要点够名 美国的CIA 英国的军情六处 亡我之心不死 正宗就是赶客走 赶朋友走 再加上你现在民怨沸腾 这个的怨气笼罩住 正如我开头所说 好像这个漫画书 DC comics里面蝙蝠及的主场 郭咸城一样 怨气密报 我真是很想告诉你 有时当一些怨气太充斥 在某一个城市之下 负能量爆灯了 接着来的就是天灾人和 好想多事情 平民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就有个猫撞子妖 一个老鼠找猫吊 就偏偏会在香港里面 不荒谬的事情都会发生 不荒谬的事情 你想想想不想到它 都会搞得到人命 经济的这个伤亡 大家就看到了 所谓这个繁明昌盛 由乱变自由至极兴的香港 现在看看是不是很近似 大国勃起 整派强国无恙的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匪国 中华人民共和匪国 有什么时候不会发大水 有什么时候不会有这个 地震 有什么时候不会有这个 地震流 有什么时候不会有大型的这些意外 就是因为怨气太多 施政不戒 这些负能量 就会令一个地方 爆发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天灾人和出来 似乎我们特区政府的香港 小红为尼那种方法去治国 再加上感染了中国共产党 是完全忽略民意 忽略民间疾苦 完全不会疏通民间里面的怨气 这种以强压下来 大胆 扎死一蟹 这种方法去治港治国 是吧 就一想定就替李老美 步入这个中国里面 年年灾祸 年年人祸 年年替李老美 这种国际大队 来香港退表演赛 但是 你使用我们香港人的文枝文膏 弄得一劲 刚刚今天出街 明天你星期日的香港时间 你们如果去铜锣湾 又要封路 又要限制 你没有飞去入场大球场 又不让你出来 如此类推 哪有这么笨 好事当坏事这样去做 当香港每一个人都好像贼 一天就吓你什么 吓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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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街的 一个不意 牛肉缸 食环 过马路 吓你什么 都可以罚你老母 就是吓你什么 跌钱 一个不意 你又一个 转载了 一只小狗的转贴 又说你犯国安法 又说你有暴动罪 又一个不意 在Facebook里面 宣洩自己的情绪 又说你煽动人民 吓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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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政府 国安法事后 在家里 不出街又吓你 没有奶昭 出街又会跌钱 你说搞得到香港人 是不是提心吊胆 心肝少些血 都吓你 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地方里面生活 你看看 这么多的东西 落到来之后 可以帮香港人出去 扬名立慢 去表现自己的才能 优秀的地方 扑你这个街 整队人 去参加卡塔尔的电竞 亚洲杯比赛 都是因为你香港 忘记得加过中国在前面 整队人又原机遣返 回来香港 无论一展所长 你说 无论参加 希望香港 rebuild香港 帮你香港特区政府贴金的 一些亲建制的人士 他都 都没有整股子气 楼价 股票 插到妈妈都不认得 负资产的这个个案 亦都急升到二万五千多宗 是吧 一众的香港 说得了事的这些position 全部就是被你这些爱国 爱党的这些废财 充斥住 想起一些糞便 想起一些傻子 带大家的香港人 走去一个死糊涂 出街又怕被人罚钱 不出街又被这个 反一个国安法 你老母就是 无生命危险到他吃饭吃饭 自己的四岁的女儿都被黑帮 慈哀糾纵打架 弄惹到 塞了受鸡伤 是吧 你老母 走出街又分分钟给男阿裔 你老母特匣的珠宝金行 中标遍报 你老母掃墙 吓得你心臟病发 是吧 每一天 里面见到一个电话 不认为你笨择 就骗你钱 在家里面 你老母掃 连听我的电话 也怕你会跌钱 破财 各方面的东西 出街又 你老母 危机重重 你说在香港里面 生活是多么磨人 多么难堪 多么混蛋 是吧 再有甚者 见到一条街 充斥着一众这些混蛋 粗普通话的 窮游特宠兵 来香港的负消费 是吧 你老母掃 打开电视 又听到你这些闪家产 就屌你老母掃 是吧 在恶上大饼墙 叶柳的妙咀 妙蝕 李家超的八枝窝囊上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东西 接触外面的资讯 都会触及别人的神经 是吧 自己赚钱越来越少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投资 就天天缩水 好像超哥条滨州 那样 冲垫原冻水粮 缩到不见一截 你说在香港里面 学晓的 考得很好地 这个DSE 打算毕业出国 又不够 可能有机会有人承受你 每样东西都头头碰着黑 特区政府 无端端整达 做了一些东西 都是多鸠鱼 帮不了香港人 令到他们生活里面去纾困 在这种情况下 连中产都受不了 要么走 要么烧炭 要么烧炭 全家产都在 远对抗 即是这一个躺平 在香港里面 又怎样有机会 提醒港人的这一个士气 港人的这一个moral 大家的moral士气提不到 正能量彰显不到 正能量就是你帮 柴头最喜欢讲的东西 现在连正能量都没有 大量的怨气 这个烧炭 负能量就充斥 而这些烧炭 就怕死这些负能量 怨气 驱散不倒 天天就在这 加盐加醋 撥火水 我想请问 香港这样搞下去 我很想了解一下 究竟有没有机会 财神看到 看到你们个个少年营人 财神也来帮助你们 但是个个人嘻嘻嘻臉 没有水洗面 个个都来帮你 今天不知明天过不过得到 个个都想着 不是走就是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香港 又有没有机会救得上呢 我真是很可憐 见到我们的国家 见到我们的地方 被这些混蛋 搞得民怨沸腾 不想走的 或者走不想到的 完全看不到这个希望 见到旁边的人 个个用这种方法 去离开这一块地方 是不是? 心情为之就是非常沉重 希望各位的老友记 这些怨气 不开心 是真的会传染给人的 希望各位大家听听一下 在星期五的这个 老香港的Morning Glory 我和大家分享过 我曾经怎么样 去走出这个逆境 走出这个情绪的阴谷 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温一下 而略知一二 在这里再帮香港人打气 加油 因为特区政府虽然倒行逆施 但是我深信 钟摆效应 你去得这么尽 好像二十三 这个条立法 无端端要继续出来 令我想到天下画集里面的 劍胜楚出的劍二三 就是缘分 都被这些人打得尽 去得扶到最大的情况之下 就回回头 否计就太久 黎明一定会重临 大家忍着牙关 千万不要放弃 千万不要轻言轻生 有什么事 真是找多些朋友去开解 想不通的 写这个WhatsApp 去69021491 给一个鳄鱼信箱 讲你的难题给我听 让我老鹤在节目里 跟你开解一下 一如这样说 约定大家 各位MIHK的观众 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鳄鱼谈只会上传到 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 鳄鱼谈的可以去下列 MIHK.TV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注册五员